全球现场的时间一起来看到的是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 在197个国家的能源还有环保官员 经过了两个星期的谈判 两个星期这样马拉松式的会议之后 终于在13号达成了协议 各国是同意将全球升温的幅度要限制在摄氏1.5度之内 这场峰会其实原定周五的时候就要有谈判结果的 但是因为各国家僵持不下 所以就一直延长 但没有想到到了礼拜六即将达成协议之前 印度最后一刻是反对逐步淘汰煤电 他们只愿意承诺是逐步减少煤电 并且企图拉拢一些开发当中的国家 对此欧盟、瑞士或是马少尔群岛 对印度的提案是表示深感失望 不过最后各国家仍然都是妥协了 但是这样的结果却也让大会主席夏尔玛在总结协议的时候 强忍泪水哽咽致歉 一起来看当时的画面 I apologize for the way this process has unfolded and I'm deeply sorry I also understand the deep disappointment But I think as you have noted It's also vital that we protect this package 刚刚讲到印度 印度是反对要淘汰煤电 只愿意逐步减少 就来看看现在印度的状况如何 灰蒙蒙的一片就是空气污染太严重了 所以德里13号的时候宣布 因为空污严重的问题 从星期一开始要停课一周 避免噱头吸入肮脏的空气 其实德里也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了 每年的冬天 因为临近省份的一些农民 他们会透过焚烧稻杆 来清理他们的农地 所以这些农烟就会一路往南漂 再加上还有无时无刻有工厂 车辆的废弃 让民众都难以呼吸了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德里周六这一天 PM2.5的浓度 是已经达到了每立方公尺329毫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超标20倍 不但可能会造成民众呼吸方面的疾病 也可能会引发心血管疾病 另外当局也宣布说 从礼拜天开始要禁止施工 为期四天 为了要减少这个阳起灰尘的几率 那么这个政府机关 也会开始居家办公 也建议民间企业开始远距办公 根据统计在2019年的时候 整个印度有167万人 死于空污带来的影响 光是在德里这个地方 就占了1万7千多人 所以这个印度的环保单位 也建议民众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再加上因为最近的晚间没有风 恶劣的空气品质 可能会一路维持到18号 镜头转往美国 要来看到这是谁呢 天后小甜甜布兰尼 她宏极一时 今年已经39岁了 不过她的音乐事业 已经是备受肯定 也曾经得过葛兰美奖 但是天后的私生活 却不像荧光目前一样光鲜亮丽的 因为她曾经被当作她监管人的父亲 逼迫服用精神药物 要她再堵成长期不间断的表演 管控她的生活 不准她用手机等等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13年 庆幸的是她最近终于脱离 父亲的掌控重管同返自由了 洛杉矶的法官12号是宣布了 布兰尼13年的被监管生活终于结束 正式恢复自由了 从此之后 她所有赚来的财产 大约是有16亿的台币 也会回归她自己的账户 那么她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看医生 规划自己的财务 在自己的人生上头做出决定 所以大批粉丝刚才看到画面 抛出了粉红色的彩带为她庆祝 她自己本人也很兴奋的po文说 这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天 另外一个话题的女性 要来看到的是日本的真子公主 因为在今天 她要和她新婚的丈夫小士龟 搭机前往美国纽约定居了 小士也在到前往美国之前 解决了她母亲的金钱纠纷 不过这两个小两口 未来生活恐怕还是没有办法松一口气 因为有日本媒体就爆料说 面对这个纽约的超高房租 还有开销 没有考证律师执照的小士龟 面临相当大的负担 真子能不能适应这样子凤凰变麻雀的新生活 也引发关注 日本真子公主与丈夫小士龟现身雨田机场 两人穿着轻松简便 准备搭机前往美国纽约展开新生活 定居纽约前小士也抽空解决母亲的金钱纠纷 她在赴美前两天与妈妈的前卫婚夫碰面 双方达成收取解决金的协议 让风波顺利落幕 不过小士与真子的新婚生活 依然困难重重 由于小士律师资格考试落榜 薪水大打折扣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两人占纽约的房租一年要价台币234万 现在年薪只有台币147万的小士 根本无法负担 再加上真子只花两周就拿到签证 被推测是配偶签证无法在美国工作 要开始负担佳季 恐怕还要花上一段时间 也让民众怀疑是否要靠税金 才能维持两人的生活 我们两人一起新的生活 在这一年生存的困难 小士接下来会在明年2月 重新挑战律师资格考试 但是在那之前 真子公主是否能适应凤凰变麻雀的生活 引发各界关注 记者廖万宇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